中年男人动情时,这些表现将会很明显,无法隐藏 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无论处于什么样的年纪 我们都有情感需求,说不定在什么时候就动情了 喜欢是藏不住的,就算忍住不说,但是眼神还是会出卖自己 动情之后就会不经意的牵挂对方 想起对方的时候,眼神中好像透露着光 光是想起对方就能获取巨大的能量 整个人是希望满满,男人的爱往往是深沉的 而中年男人经历过人害臣服,经历过人情冷暖 更是不会轻易动情,能够让他们动情的都是自己真正欣赏的 并且深深放在心中的 中年男人学会了隐藏,学会了隐忍 即使动了情,也不会像年轻时的那般挂在嘴边 但是这些小细节却是掩饰不了的 默默地为你付出,并且不求回报 付出是需要时间和金钱的 不在乎你的人是舍不得为你付出的 或者有的朋友和你交往 为你的付出也是希望得到回报的 这也是人之常情 真正能够不计回报的为你付出的 除了你父母亲,就真的少之又少 而一个中年男人对你动情之后 通常是很无私的 他只想默默地陪在你的身旁 为你付出,并不舍求你能回馈些什么 他非常拎得清,他喜欢你是他的事 只想对你好,并不想给你什么压力 一个男人能够做到这样是真的把你放在心中了 他的爱是成熟且无私的 你就好好珍惜吧 在你需要的时候总是能够及时出现 一个男人若是在你需要的时候选择了不作为 选择了袖手旁观 那他平时说的再好听也是装的 真正遇到事情的时候就见真脏了 一个中年男人对你动情了 平时不一定会经常在你眼前刷存在感 但是当你遇到困难需要帮助的时候 会当仁不让地站出来替你解决问题 他给你的爱是实实在在的 值得你的信赖 接纳你的所有面却依然欣赏你 中年男人并不是一味地求颜值 更没有很强地改造欲望 不会打着爱情的谎之 打造一个自己心目中的形象 他如果爱了,爱的就是真实的你 你的优点他看在眼里 你的缺点他也接受 却依然挺你,依然欣赏你 每次看到你的时候 眼神中透露出的都是满满的爱意 懂得包容你的缺点 接纳你的不足 这才是最真真实实的爱 会自动为你避开其他异性 若是一个男人对你是假爱 那在追你的同时也不会放弃其他异性 他总是全面撒网 重点不捞 绝不会为了你一个人而放弃一整片森林 即使日后和你在一起了 也会给自己留退路 而一般不动情的中年男人 一旦动情了就会非常深情 在爱上你的时候 他的心中眼中都是你的存在 他会为你定心 会自动屏蔽其他异性 只对你一个人好 给你的是偏爱和例外 我们的生活因为爱情的存在而变得美好 而无论什么年纪的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 中年男人因为经历过风和雨 经历过德语诗 从而更懂得自己要的是什么 更懂得爱为何物 中年男人动情之后 并不会大脏旗鼓 而是默默地陪在你身旁 默默地为你付出 耐心且包容 让你觉得安心和踏实 如果你对他也有意 就大胆地牵起他的手吧